这个圆 原理是 一样的 那再来切特别注意 刚切特别注意就是说 我们要切的话是切切半 切特别注意 不是切这边 因为他这个 一定会切这边 再切哪里呢 切这边 因为这个圆的 四个等份的这一个 这一边 然后再来70 Enter 70Enter 那你会发现就刚好会切过他 再切到这边来 再绕一圈 所以我们要的部分 这个大的圆就可以把他怎么样的delete掉 就不需要了 接下来的话 把多余的线段 多余的线段起点是从 应该是从这边 到我们要的应该是这个圆 那把多余的起点 终点设定好之后 再去做修剪 那修剪的话呢 外面这部分不要就把它点一下 那外面部分就不见了 就留下我们要的这一个 这一个线段 那这个线段做出来之后呢 另外一边其实比较快的方法是用什么 用那个镜射的 全物件 那再来的话以这个中心点拉过来 拉水平就好了 另外一边就做出来了 做出来之后呢 这一条线就多余可以把它删掉 剩下 像这样子 接下来椭圆的部分 一样跟刚刚的画法类似 我们就点一下椭圆 然后呢直接从这边抓 先输入什么呢 输入一个CEnter 因为我们只知道中心点 所以要CEnter 装到中心点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就从这个端点 追过来 多少 67.5Enter 67.5之后呢 先水平的部分呢 它是多少 13的一半 所以是 6.5Enter 再来的话呢垂直的部分是 10的一半 所以这个10的一半就是 5Enter 那这样的椭圆的部分呢 就画出来了 那画出来之后呢 如果我今天呢要 只剩下那个 圆的部分 才 修剪然后空白键 直接把这个地方 多余的线段 修剪掉 那就留下像这样子的部分 就完成 这边的部分就完工了 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要来看里面的这个 这边的话呢 它有 一个陷阱 应该算是一个陷阱 就是说 它这个点 看起来应该是 直接下来 就可以 可是 这边它有一个说明 是 27.5 然后5 5 再加5的话 就是这个圆的中心点 那这个圆的中心点是6 对不对 所以这一点到这一点是 6没错 但是它要我们 这个小圆 距离是 5.5 也就是说呢 实际上它不是往下的 而是往下再 过来0.5 才是正确的位置 所以如果说你直接往下 就像我刚刚直接往下 这样子做出来 看起来也是一样 可是实际上位置呢 就偏了多少呢 就 往 等于是往右多了0.5 所以如果说要修正 化圆之后 要抓到这一点 然后变成你要用TK的方式 那TK的话就是用 我们前面有讲过说 用这个追踪的方式 追踪变成说 我要以这个为 我要追踪的点 那第一个就是我先 点一下圆 因为我要画圆 第二个动作是TK T K Enter 那比如说我以这个 这一点 四分点 这个也等于是它的终点 点一下之后的话呢 再往 往下追踪多少呢 追踪 12嘛对不对 12Enter 12Enter之后的话呢 再往这个方向 变成要追 0.5 这个才是我最后要的一个点 那最后 追踪到之后呢 结束就是按一个Enter 这一点的话再输入1.5 这样子 这个就是我最后要做出来 那我们再用那个正列 再做一个选取它 按确定 确定之后把不需要的 这几个 这几个 再删掉 这个 那位置你会发现呢 就会比较 比较偏 偏过来一点 那这个 多选 按SHIP的键 把这一条线 取消 取消选取 好那以后 那最后 这边的话 等于这个 也把它取消 好那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 这样子才是正确的 也就是说刚刚的部分呢 就是 要 从这一点 除了往下12之外 再追过来 这个就0.5 好吧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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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